你懂得明白的名字吗? 妈妈桑 妈妈桑是妈妈 妈妈桑 妈妈桑 这边是比较大多数 这是比较有钱人住的人家家 像这边区域的房价能是多少 嗨 哈喽大家 我在来印尼之前问过一个 在中国工作的印尼华人朋友 他会说如果要来亚加达的话 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因为那里有很多 有钱的中国华人 我现在躲在一个小角落里 这是一个大型的商场 我走过来的时候 一路真的非常震惊 路过了一些很豪华的房子 然后这个商场其实也是很豪华的 但是我现在特别担心 别人能听懂我说话 因为听说这边华人非常多 据我房东说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新的唐人街 我在这儿确实看到有不少华人面孔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说中文 所以我现在想找一家中餐厅 然后我就跟他说中文 然后用中文点菜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 是吃吃这家火锅还是有毒茶呢 我不知道耶 新加坡 哦我知道了 这是一家福建菜 我们试一下那个小火锅吧 我们看一看它会不会说中文 你好 好 不会中文吗 有点失落呢 那我一直可以讲中文吗 啊可以的太好了 你可以讲中文吗 哦哦哦哦好的太好了 有什么可以帮忙呢 哦哦哦哦 那我就要四川了 四川了 好的好的 四川 四川了 四川了 谢谢 真的 确实是 确实是这边真的会 旁边站着小哥哥好害羞 社统星人不敢说话了 我说 不说话 不说话 好 谢谢 我在想说能不能在这边 餐厅里找到说中文 真的是可以的 这还有一个煮的饺子 这个酱调的确实很好吃 刚才会说中文的那个女生 感觉像这边的经理 他不会说的应该是服务员 See you tomorrow 我居然觉得有一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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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好想和那个经理聊天 但我好害羞 这边呢 就是比较多 就是很像是中国人也是会很多 每天都会有的 对 那像这边呢 华人是会说中文吗 不是每一个 好像我是本地 本地华侨 您是本地华侨 我是本地华侨 然后刚才的呢 他之前呢 不是不是华侨 哦 对 他是穆斯林来的 旁边有两家也是中餐厅哦 对餐厅 这边也是中国人开的 也呃 他那个是马来西亚人开的 哦 马来西亚跟本地 咱们这边是华人开的 华人开的 就是本地人跟新加坡 我朋友跟我说 他说这边的华人都很有钱 是吗 嗯 不是每一个啦 哦 但这属于富人区吗 对 哦 是富人区 哦 这边是比较大多数 这是比较有钱人住的 人家家 啊这边东西卖的都很贵 对 是这样的吗 大多数 那像这边呢 我从那个打车过来 那边好像那个有一天 这边居民区 好像都会是别墅 对 是吧 哦 它是apartment来的 也是有hotel在里面 像这边区域的房价呢 是多少 呃 它可以 呃就是 M上 就是可以3M 可以6M 很多价钱都不一样的 看你哪哪一区的 对 晚上在这边逛 会不会不安全 不会就是你就可以 因为你的钱包是有线的吗 有的绑的吗 你可以就是 这样放你衣服里面 然后你才穿 sorry啊 穿这个外套 就是你不要把你的钱包 就是在外套的外面 就是放在那个外套 外套的里面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我有在其他的地方做工 我在文来 文来 在新加坡我有去过做工 华人如果没出去 是不会讲中文 会的 但是可能没那么好 呃也是 如果以前的人就会 就是很像是 老一半的 老一半的 就是60多岁 70多岁的 大家好 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了 说一下那个小火锅吧 小火锅的味道 其实 比我自己预料的好 因为 没想到 这个在海外吃的一个小火锅 味道还是不错的 呃说不上特别惊艳 但是就是说 是能够接受 而且比能够接受 还要好一点的程度 呃我们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超市里面 哦 这个商场里面的物价 你知道我刚才买了 那个可颂是 我算了一下 价格差不多是 呃18块钱一个 是有点贵的 我这顿饭 这顿火锅吃了差不多是 这100块钱 所以 这边说是富人区 物价都比较高的话 感觉这个物价就应该是 上海的一个普通的物价水平 然后 我买那个可颂 它居然不收 居然不收现金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我现在从这个商场要出去了 出去的话 我发现它不知道为啥就是 人走的话 这都是车 没有人在这走 诶 是不是大家都开车 并不需要人走 我现在想去看一下 走我来的那个路途当中 遇到的那片 别墅区 感觉那房子都特别好 我想去看一下 可是现在好热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走过去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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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嗨 嗨 嗨 他都做了 好像还那个 我可以逛逛的地方 好的 谢谢 拜拜 我觉得可能我应该从这边出学 而不是从那边 那边是停车场 根本就出不去的 朋友们我终于绕绕绕 从商场绕出来了 从那商场那边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根本就没有行人可以走的路 然后都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就都是这种车 然后 哎呀 然后我就 我就绕呀绕呀绕呀绕 然后他们又都以为我要去停车场 他们觉得好像所有人都有车一样 可是我真的没有哎 我现在终于走出来了 太不容易了 我的天呀 你们说这一个房子给多少钱呀 看到没 这都是豪华的大房子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为了给你们看这个华人区的大别墅 我真的是 啊 这一片街区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绿化做的还不错 看到没 这就是 富人区的豪宅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进去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进去 真的吗? 这是我的家庭 哦 你在家吗 是的 这是我的家庭 我工作在上海 但是我的家庭是大利亚 哦 你在家 之前工作 你之前工作了吗 你之前工作了吗 是的 大利亚 我少了 中国语言 你什么名字啊 你的中国语言 好 好 你多长时间在中国 六个月 可能我工作了 我工作了 在中国 我工作了 所以你什么做了在中国 你还做了一个驾驶 还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工作了 没有工作 对不起 我工作了 我工作了 同样的驾驶 同样的驾驶 对 你工作了在中国 是驾驶 没有 船船 船船船 船船船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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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船船船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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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好了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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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人民币 你有人民币 是的 噢 噢 你有中国名字 什么名字 你的中国名字 我忘了 你忘了 你忘了吗 我的朋友给了我的名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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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信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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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可愛的名字 你叫我媽媽 我可以叫你媽媽 對,媽媽 媽媽,OK OK,OK 你明白這個名字嗎? 媽媽 媽媽是媽媽 媽媽 媽媽 你喜歡這個名字嗎? 我的朋友給我一個名字 你的中國朋友給你一個名字嗎? 大連人 你的名字是媽媽 OK 很好 很好 很可愛 很特別 關於那些大別墅多少錢呢 我真的特別好奇去查了一下 不同的房子價格確實是不一樣的 在當地貨幣是260億 相當於人民幣1200萬 室內面積是900平 院子360平 這樣算下來的話 如果只算它的室內面積的話 是每平13000左右 然後如果加上院子面積的話 每平不到1萬塊錢 然後再比如說這個房子 450億 相當於人民幣2000萬 大廳是1000平 還有一層是1150平 如果只算一層面積的話 它是2萬一平 如果兩層面積都算下來的話 差不多是1萬一平 你們覺得富人區的這個房價 可以接受嗎 嗯 那就這樣啦 今天 拜拜